大家好,欢迎来到Clagmall电视台 今天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被掩盖的真相 继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反应堆事故后 如何处理已经变形的放射性污水蓄水管 清理受到核污染的大面积土地 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首先,每天约有400吨放射性污水流入太平洋 其次,4号反应炉机组堆心融毁带给全球的不可预知的影响 也一直未被清除 这次事故,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含量一直都超出了安全标准 危害人们健康 然而,日本官方给出的测量数据只显示了真实放射物质总量的一半 40%的儿童淋巴受到破坏 以后会患白血病或者甲状腺癌 超过1万名儿童流鼻血不止 这正好是放射性病症状之一 这些原子能游说集团 低估并隐瞒了原子灾难的后果和危险 因为这些后果不符合他们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念 欢迎收看本期栏目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用 خ一 S 感谢观看